大家好 这是我大舅嫂子前两天给安吉拉做的衣服 安吉拉高兴的 让我大舅嫂子买的布 我大舅嫂子的名字叫萨布娜 前两天做的 转过来转过来让爸爸看看 有点长了 他一个人不敢回家 刚刚和我老婆来我们家 他的衣服放到我们家 说让我老婆给他做一下 在我们家玩 然后等一下他要回家 因为明天他要去上学 所以今天他要回他们家 因为等一下他要回去写作业 我老婆跟他说让他颠着衣服 跳舞 漂亮 已经坐好好几天了 坐好几天没有穿 然后让我老婆姐姐家的女儿看一下这套衣服 下面等过两天还要修一下 修到脚腕那里 刚好太长了不行 手捧住脸 你的手捧脸 捧住脸 没有了 也没有了 其实在20年的时候 他那时候只有14岁 然后他的父母就跟我说 让我给他找个中国男朋友结婚 然后我说我找不到 然后最后没有找 然后他也不想找 他想去上学 所以最后又去上学了 医院停了 网速不好 安吉拉 找医院呢 在这里 放在那上面 然后就是烤火 炉子 用那个 他愿意 这是什么呀 是什么呢 赶紧跳快点跳 给他脱了 他要回他们家了 给安静拉脱了 不脱不行 送他回家 我的手机就不拿了 因为太晚了 现在九点了 如果拿着手机出去不安全 走了走了 安静拉 把我老婆姐姐家的女儿送过去了 我们刚到家 安静拉 安静拉 放到上面 把这个放到这上面 看着爸爸 不要动 看爸爸 嘿 不要动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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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嘿嘿 今天 中午的时候 我老婆就 对着安静拉就 嘿嘿嘿 两下 安静拉直接说 哎呀 躺在地上了 啊 啊 好了好了好了 你掏出来干嘛 好好好 走吧 好了 看着爸爸哈 嘿 嘿 啊 让我放下面 把手 你干什么 你走开 离我远一点 他想套我头上面呢 看爸爸 看着啊 你先不要 等一下 等一下 嘿 嘿 不配合了 站好 站好 嘿 嘿 哎呀 哈哈哈 你呢 不要动哈 嘿 干啥呢 嘿 嘿 放手 他看到 他看到我老婆姐姐这样 他也这样 跟他学会了 还闭着眼睛 刚刚 把这个蹲子搬起来干嘛 往后面放后面去 往那边放 你要干啥去啊 走了呀 走了去哪里啊 走了 走了走了走了 这个蹲子又扔在那里了 又拿我老婆的沙筋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视频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